作为蓝州黄河啤酒的包场餐馆,善电月销售5万元已经非常不错了,对于曾被称为啤酒西北王的蓝州黄河而言,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并不乐观,根据公司日前发布的业绩预告,今年上半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00万,3300万元,与去年同期盈利707万元相比, 降幅在500%以上,至于亏损的原因,蓝州黄河解释称,主要是由于公司证券投资处置及持有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组置,亿元已经下跌至5.96亿元,近几年的盈利主要公司证券投资,已经没有机会再走出甘肃了,啤酒专家邦刚表示,啤酒行业强者通知,现有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蓝州黄河扩张的窗口已经关闭,业绩下滑靠炒股,该集团共有4家连锁门店,现在总店月销售突破5万元已经非常不错了,其他门店一般一个月销售黄河啤酒,也就是2-3万元,业绩逐年下降已经是蓝州黄河不得不面临的困境。 根据公司发布的财报显示,2013年到2016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8.88亿元,7.96亿元,7.02亿元,6.78亿元,2017年更跌破6亿元达5.96亿元。 此外,记者注意到,在2017年蓝州黄河的营收5.9亿元中,啤酒的营收实际上只有3.45亿元。 甘股、青海、宁夏三井啤酒市场容量,依靠2016年游所下降,而随着行业龙头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战略布局的完成,公司树地啤酒市场上各大厂商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日益激烈,不仅是营收下降,蓝州黄河的净利润也呈现下降趋势。 4月24日,蓝州黄河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告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2亿元,较少年同期下跌11.54,百分毫,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付557.8万元,较少年同期大跌131.62。 至于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的原因,蓝州黄河给出的理由如出一辙,即报告细内因证券投资取的收益减少所致。 根据蓝州黄河的解释,公司全资的公司蓝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和蓝州黄河高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合计不超过1.5亿元资本金不含所产生利润,进行二级市场证券买卖。 根据财宝,从2010年到2017年,蓝州黄河证券投资总收益,为2.44亿元,是公司口碑净利润总和7070.54万元的3.5倍,尤其是2010年,炒股为公司利润的贡献,高达1.09亿元。 其中只有2011年、2016年分别亏损2305.9亿元,2145.84万元。 今年上半年低迷的市场行情,或让蓝州黄河创下潮股以来最差战绩,都会进行一些理财性的投资。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这有点投机,也叫增加营业来收入。 但是从整个行业以及理财方面去看,这并不是企业的立足之本,企业还是应该把主业做大做强,做精做深,才是发展之道。 至于蓝州黄河未来是否会在证券投资方面做出调整,该公司证券部以一栋秘出差为由,未回复财方案。 但在炒股的同时,蓝州黄河的市值管理一线皮财,尤其2018年6月8日,一度入选国内证券市场市值最小的20家公司之一,以14.917亿元位列第16位。 股东邮文献内号,7月26日,蓝州黄河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最高院的因素通知书。 公告称,2017年12月12日,公司原控股股东黄河集团收到甘肃盛高院2017,甘民处181号受令案件通知书。 黄河集团作为原告,以蓝州黄河大股东湖南渔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渔城和湖南渔城死,公司湖南新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新月为被告。 以蓝州黄河直接控股股东蓝州黄河新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胜投资,和间接控股股东甘肃新胜公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胜公贸为第三人。 向甘肃胜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附送,请求回购由被告权有的特别债权及新胜投资和先生公贸的股权。 随后,被告湖南渔城提出管辖权异议,后被甘肃胜高院驳回。 为此,湖南渔城上诉到最高院,为此最高院受理了该案。 对于蓝州黄河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个法律纠纷了。 在7月份,蓝州黄河就公告了两项法律诉讼,都是涉及公司二股东湖南渔城持有8.88%股权,以公司控股股东新胜投资,持有21.5%股权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杨世将无权代表新胜投资在股东大会上投票表决,或是新胜投资召开的相关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和决议内容为法为规委。 没有,向蓝州市相关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二股东湖南渔城与大股东、原股东的纠葛,从其2001年底进入蓝州黄河,就持续不断,尤其是2015年10月,蓝州黄河平台筹划资产重组。 次年2月25日披露的重组方案显示,二股东湖南渔城已将旗下的房地产投资公司湖南新院注入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将被支出,完成湖南新院的戒壳。 但是随后的重组推进却困难重重,乃至于在2016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投票被否,围绕蓝州黄河开始了拉锯战。 尤其是在2017年4月,湖南渔城在七八起的临时提案中,直言不讳地说,要求免去杨继强,将试问的董事职务。 至于持续已久的诉讼,对于公司经营是否有影响,蓝州黄河未机率回复,但由此引发了深交所,对蓝州黄河的多次发函问询。 特别是在今年3月8月,深交所向元控股公司黄河集团,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新盛公贸,二股东股南渔城以及董逸卫复新的发出监管盘。 就此,朱丹鹏认为,股东之间的掐架,已经是内部解决不了,撕破脸皮了,因此对于蓝州黄河未来的发展来说,带来了更大的隐忧和挑战。 扩张窗口一关闭,就拿了2960元的工资。 一位早已离职蓝州黄河的老原工马先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那时候黄河啤酒工不应求,拉货必须找关系,他们根本不用到处跑市场。 马先生说,那时候蓝州最好地段的房价,不过一两千元一平方米,如今的蓝州黄河,显然已经失去了当年西北王的光环。 数据显示,2017年蓝州黄河啤酒的销售量,只有16万吨,营收3.45亿元。 其中,甘肃省内营收扎公司总营收5.9亿元的67.2%,甘肃省外占比为32.8%。 主要有黄河和青海湖两大品牌,覆盖青海、甘肃、宁霞3D,与年产23万吨的千岛湖啤酒差不多,但是与劳山啤酒这个大区域品牌的200多万吨销量就差远了。 根据蓝州黄河的官方网站显示,公司目前拥有蓝州黄河加量啤酒有限公司,青海黄河加量啤酒有限公司,天水黄河加量啤酒有限公司,酒泉信部啤酒有限公司,自家中外合资的啤酒生产企业,以及蓝州黄河,经常卖鸭有限公司,蓝州黄河高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蓝州黄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上述自家合资的啤酒企业,使公司啤酒产能近期达到40万多,中期达到70万多,但是财报显示,在2017年,这四家子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1622.43万元,2707.49万元, 负494.18万元,负748.84万元,反倒是公司旗下的另外两家主要子公司,黄河农业和黄河担保,2017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76.70万元和437.53万元, 竞争更加激烈,下一步会出现行业整合和兼并,就此,蓝州黄河提出,2018年,公司全年计划啤酒,及饮料产销量20.7万千升, 卖来产销量3.7万多,实现销售收入6.9万,亿元,但炒股的亏损,还是给蓝州黄河的业绩蒙上了阴影, 中国经营宝党鹏,故营,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